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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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班的孩子特别的阳光 开朗 男主 我跟你讲 我没得玩游戏 生到以前一直要踢国家队的 这样面临他们不会踢球的 跳起来把球断掉了 这个就是七十 王山现在算是最理想的 然后他也像一个标杆一样 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师妹们 王晨茜 刚从宜昌打完比赛 马上赶赴郑重 吴嘉山女足的队员们 正准备参加2018年 中国高中足球检测赛 她们的行李有足球 方便面和厚厚的高中课本 比赛打得早就对 可能我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熟悉球杆 四个步 手边可以跟着 两个手边可以跟着中道 他的就是动一下 他也要动 昨天收到的考验其实并不多 调整一下去 其他的 拿球两个人一组 或者说 天桥接力什么都可以 但是 是以后数的接力 还不是两脚 或者说一脚 听清楚没 听清楚 再说一遍 听清楚没 听清楚 中国高中足球锦标赛 是我国校园足球领域 含金量最高的赛事之一 有来自全国的八支女足球被参加 第一阶段比赛 八支队伍分为两个小组 进行单循环赛 每组积分领先的两支球队 进入交叉淘汰赛 进行前四个步 首场比赛 吴家山女足1比0 战胜了来自山东的谭成一中 第二场比赛 以2比0的成绩战胜了很单一中 两场连胜提前确保小组出现 这场比赛 你还要去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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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赛事 你还要去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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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傅心如 我是高三的 我永远记得 我第一次来 然后来踮球 然后韩导看我用左脚踢 他就过来反白幽默 当时第一次跟他讲 韩导就过来 好奇地问我 你是左蝶子吗 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左蝶子 我只知道我用左蝶子 我说我拿菜刀是左蝶子 他就说你要砍我 如果说你想明天后天 我们再下一场 下一场 你还希望有你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赶紧 而且身体现在有热度 一会儿就凉下来 你再拉 就没有用了 再进去准备 准备 好准备 好准备 这下我说说 金银高一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一个地方的 都不是武汉 我都是乡娘的地方 就是 就是 我觉得她长得比较好看 就蛮好看 但是她性格很内向 她有一些话她就不说 然后憋自己心里 她其实也蛮爱哭的 但是她不是说 哭得非要让别人知道 但是她能不能哭得 知道了 王雪柯是球队的替补右边后卫 前两场比赛 她还没有获得机会上场 性格内向的她 在默默等待自己的出场机会 第二场比赛打完的时候 我们看到 至于车上面的一些要求 就发现 最后一轮可能我们即使 输了也会是小组第一出现 这样的话 我就想有一个轮换 因为在这个比赛 应该是高三年龄段 那个年龄段 2000年以后 参赛的一个比赛 后来我们上了7个都 03、04 有6个 还没上过场 就是利用这场比赛的一个轮换 也锻炼锻炼他们 23号 卢诗宇 16号 聂孟佳 3号 童小萱 26号 张雪琛 因为就是 每次比赛之前 一天晚上 将军会公开准备会 然后就功夫了 27号 20号 黄雪珂 王雪珂 31号 张玉芳 感觉 就 又高兴又紧张 感觉 黄雪珂 什么事呢 张雪珂 他们不需要吧 衣服搭着多余 上衣上衣去 然后好的就过去 到那边 到后面去 到后面 就是说 嘴巴上说就是说 输赢无所谓 但是我心里 说老实话 我不想输 我更希望是一场平局 因为锻炼的价值更大 因为我们前两场这个比赛 这个小组赛里面 出现过平局 然后发点球 这里就完了 很危险 我来帮我 朋友 我来帮我 帮我帮我 他手 我 帮我走 我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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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一趟 我去一趟 我们说这个击球啊 我们说这个击球 再继续这边 就在这边发展 这有一个队 一个顶 还有一个阻位 完整是属于边后位 一到这里来 位置感很好 这个人在这 对吧 当时的通常出现在哪里 这个球这样过来 我们唯一的失误在哪里 我们唯一的失误就是在 等 球传得一点都不好 他们跳 上去就会拉 比较多 但是 人家在等 因为那个球速很慢 是这样进球的记得吗 我们有两个中卫 是不是同时都盯在这个球的方向了 如果说网友可以盯在球的方向的话 从后差上的人 大家是没有感觉 不像我们所说的 人球结果 我说了 我们要比赛 我们今天的这帮小队员 这么小 能上场 我觉得给你个大 还得打80分 真不错 卢孙女也好 徐沐菲也好 我说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 我们的队员能得到成长 这是最重要的 大家听清楚没 听清楚 王阳哥 听清楚没 听清楚没 说话 说话 大点声音 OK 场子 每场都不出 继续 我们香港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希望你们全力 吃两口放一点 加油 加油 做得很好 我来 我来 上半场的时候 因为我的失误 然后呢 导致进了一球 然后呢 就下半 然后自己也有 就是 就还怕被教练换下来的心情 我本来是想躲开这个事情 我们犯错误的一个队员呢 今天是在第一次首发 本来心情就比较紧张 人是在不断的犯错误 挫折当中成长起来 我那完了以后 从休息室走到球场上面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不会换你 警察主公有几次尝试着 他换到右前卫 跟那个右前卫之间 他沟通了 然后被我严厉的就批评了 就说 你们在 在运动战当中 因为你 别和我后套可以 如果说你在阵地战当中 你就这样换了位置 我说是哪个教练告诉你 他的想法单一到什么地步 我丢的球吗 我要进一个球 我当时在坐在那底 坐在踢不息下面 我看了就觉得很不应该 就很想赶快上场 赶快搬回来 合场地 在之前对寒当还有谭诚的时候 我也是经常发 他就对公这边的话 就发右边角球 因为我是做片子 就因为教练想让我直接胡进这个门 但是 这一次就比较 比较开心吧 就正好让我这边的前卫 就顺利才能够 真的很好 很开心 天球 虾 野球 其實點球開始之前我就覺得挺好的 至少我希望這樣的結果 我把那個上半場犯錯誤的球員也排在那五個裡面 也排在那五個發點球裡面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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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很遺憾的就是沒有發完嘛 最後對方的第五個被手上扑出來了 如果說沒有鋪出來的話 我覺得對那個反錯誤的一個對方的斷斷的價值更大 謝謝你可憐 我這按完這按完就算了 感覺蠻緊的 我感覺要球要到我身上來 然後我就低一點 我後來想了就這樣 你下半場的時候好球一過來你飲 結果出去了 我就是沒辦法 我就是想飲 拍一個回頭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瞧得過來你這往後 完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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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教練就跟你說學習和踢球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走就是學習和踢球都一起的 然後我們每天就是上午上就是上踢節課吧 然後下午就踢球 然後晚上有往自習的那種 然後因為出來比賽但是我們回去還要考試 然後我們老師就在手機上給我們發一些任務 我們就邊學嘛 然後老師就會可以功夫達 然後我們回去還要交差 看不然主要是回去要考試 考太差的話會太丟臉 校園足球的配備是十分有限的 寒島和中島在白天組織比賽和訓練 晚上還要為十幾名隊員做肌肉康復 直接漏了 一漏到底也要不就是對 來得好有點拉傷啊 這條腿沒問題 我們倆去換斷鑼過來 沒問題 等他們倆了 他們那邊要上藥 進了進了進了 還能還能 剛就上來了 教練的吸心照料可以防止隊員在高強度的比賽中受傷 武領隊給大家買了披薩 小小的奖励 不仅可以恢复队员的体力 还能大幅度提升球队的士气 天天吃饱了吗 我不信 来吃两块 不吃两块不许走 恭喜黄老轩上万 怎么能上万 他跑了一万多 这我们的心率 平均心率169 身体负荷6.3 然后一方的黄牌 套选 我们每人平均跑7000 压的压的高强度跑得最多 还有次数 张静茹的心率又是最大的 你跑得多吗 我肯定跑得不多呀 中后位没那么多 有没有比门匠跑得多 门匠 我妈这不可以我 我妈你 我看了吗 我不 你跑得少 不然 那我三个麻烦的人 我就想要先对 最强的队小龙是谁 我肯定是宝令吧 和美宝令 宝定一中具有强大的攻击阵容 他们在前四场比赛中 打入七球 以全胜的战绩 创入决赛 队长九号身材高大 冲击力强 是宝定队的进攻核心 吴家山在半决赛 战胜了呼和浩特蒙古族学校 与宝定队会试决赛 我们从来的第一天到现在 一晃时间就过去了 表扬大家战术纪律性 做得非常好 之前跟大家上一场 总结的时候就说过 我们赢在防守上面 我们做得最好的 不是说我们的进攻多么漂亮 我们捨棄了场上的空球率 你看那个数据 都是百分之四十几 四十四啊四十五左右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觉得 这样打不太适应 但是实际上结果告诉大家的就是 你想走得远 一定要第一把防守做好 这两个队伍呢 他的进球数 是这个赛区最多的 我们呢 几乎没丢球 除了对那个十八中那一场 丢了一个球以外 我们后方没丢球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 冠亚军是一场 至少在上半场 觉得是毛鱼顿的 一个较量 一个较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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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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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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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出来补他 哥 甲嬌后点 都在后点 他只要是脚球任一球 跟那个最高的那个 快的又大的那个 你就跟着他 一定要在他之前起跳 懂我的意思没 他保住我根本就看不见东西 那我说一句话 比如说 进球是用胸进去的 我们要想办法 第一去干扰他 第二 他胸不停进去了 我倒觉得 这个球是我们防守有问题 决赛 我肯定是要拼的 记清楚啊 我只会用十分钟 因为我们的体能 只能保证十分钟的高压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你们耐心一点 把防守做好 我们最后十分钟 来 突击一下 听清楚没 听清楚 加油 前场高压 我们在前四场比赛里面用过吗 完全没有用过对吗 如果说先丢球在下半场开始十分钟以后 我可能需要读过换人 然后提速 瞬间的我要形成整体的潜移 因为决赛 我们不需要为下一场去储备什么 我肯定要反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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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钟还要没完 武松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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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张一方打到主前会上面去 然后把朱家倩吃到六分钟 走走走 徐步飞 走走 走 徐步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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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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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罗孙悦 右右脚 哎 啊 啊 啊 сил 糟 非常好 further 钩 快撞 已经works Mimi 哎 快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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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Instagram 嘿嘿 再来 再来 挺好 现在可以睡醒 挺好 努力了 至少我们努力去做了 我们尝试了很多种不同的办法 我们今天的输球 我们回去有很多的动力去训练 我们可以输一场 输两场 但是我们不可以输一辈子 大家听清楚没 听清楚 请拿一下 小薛 你干嘛 你还要提 他没搞 他没搞 哪个没搞 小子在那边 你排队在那里 看到没 看到没 你宠户 吴家山女足 是武汉市东西湖区教育局领导的 校园足球队伍 成立至今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你看 他当时跟王霜在一起的话 比王霜矮了 有将近一个头 现在他比王霜高出半个头 这已经就是长得很快了 吴家山女足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在获得荣誉的路上 却历经波折 2004年 这支女足队伍一度被迫解散 小薛 毕业的时候 就来了东西湖了 四中 就是吴家山四中 吴家山四中 吴家山四中他那边 就是有个女足队 有点坎坷的 是什么呢 就是换了一个校图 他不喜欢高出秀 他把主要在解散 然后就 他也没管学籍的事情 就是也没有管其他 就是解散 就一句话 因为东西湖毕竟是个女足的牌匾 后来三中 就是吴家山三中 就重新把我们那些女足招回来了 就是要重新组队 我带的是九一年 就是中到初中的时候 我来了 就是现在景物室 现在已经没有当初的那个名字 我零四年底过来了 冬天 你记得很清楚 穿着毛衣 就在那里 就在那里 需要带这个人 就知道 很新的 以前我们会看到一支初中队伍 然后两年之后 你会看到只有一支高中队伍 它就有一两支队伍 可能一个在读一年级 一个在读高三 在钟倩王霜一届学生毕业之后 吴家山女足没有后续梯队 韩教练配合教育局 从三年级五年级重新组队 经过八年的培养 才有现在的高中队伍 八岁 三年级放暑假就来了 四年级在这身上 我们也非常支持 我小时候喜欢踢球 这样 你看过了吗 你爸看了几遍 也不是看过了 大概你看第一遍 那第二遍 你爸说有什么问题 那个感觉有疲异 什么问题有疲异 你还能看出来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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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家长 传播的是 强身健体 协作能力 家长感兴趣的可能就是身体 现在大家都一两个小孩 身体第一 给学生 大概灌输的就是 好玩 真好玩 是吧 这么多人在一起 每天打打闹闹 有球踢着 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就要这个 高一就要这个 我现在要看副机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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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转了 什么肥头 不搞出这样子 肥头 要不要跟这个搞出 其实在高三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班很压抑 就不知道该何就何从 因为家长也会问你 高三了好好学习 老师们也经常说 别踢球了 你们都已经拿到真书了 你们好好学习 难道你们以后不高考了吗 在一个学生阶段踢足球 应该是学习为主 东宇湖一直有传统 三中跟五中 因为它都是最好的 都是省示范的学校 用这个作为招生的 一个条件的话 它的的确确还是很吸引人的 一个队伍20个人 这20个人都能出足球上面 出得来吗 绝对不可 有两三个就不错了 然后其他人干嘛 我们可以读书啊 主持人说 好 谢谢 客人 好 三老 师父 师父 这是我们的 你去 resonates 再要到早上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想看 想看 我们的地境培养 寒岛培养 黄霜 吕月云 也是我们学校的学校 我觉得 因为有这么两个人 在能承诺的基础是非常好的 你觉得今天男小学员 就是踢的怎么样 那不错 挺好的 挺好的 有四名高三的女足队员 没有参加郑州的比赛 她们当时在为去英国踢球做准备 英国的谢菲尔德俱乐部 选中这些球员 高中毕业之后 她们可以选择职业道路 继续追寻足球梦想 2017年过年 当时最爽的一次就是 跟他们训练码 然后是梯队和学生队的一个队一起训练 然后训练就打一个比赛是4打4 然后他们说一个中国队对英国队 然后就把我们四个放在了一起 然后他们敲四个轮流给我们打 就他们整个队的轮流给我们打 我们全把他开业 哈哈哈 特别爽的一点 好好的啊 好好的女伙伴 好好的 我们伴组的羊啊 我们这个特别喜欢的 哎呀 孩子有点不死 不是 这些有点感慨了 我叫胡思思今年17岁 我叫韩剑今年48了 我叫王芳宇今年16岁 我叫童小萱今年15岁 我叫魏海燕然后我今年18岁 我叫朱家倩今年15岁 我叫张君如9号然后今年17岁 我叫突然今年16岁 我叫念梦佳今年17岁 我叫段盈盈今年17岁 foil 有什么话想说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没有赢比赛很遗憾 还有呢 我 我很喜欢 你觉得今天自己打的怎么样 反正 防守到位没有 天下收拾没 哈哈哈哈 我觉得尽力了吧 尽力推出你没 没有那就没有尽力 他脸好缩小 好像脸有脸 怎么说呀 哈哈 下次再拍的时候 就换成金色的了 他这个一定要换成金的 嗯 一定要换成金的 可以拿去 等一下 还是回去 反正来 来都回来了嘛 也不能 就这么回去了 再生任务雇俗嘛 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些 足球方面的理念和一些学习的目标